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 来一个特别的影片 我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车就是这个 2015年的Proton Iris 1.3 CVT 的用车感受 这台车我买了差不多接近5年然后 我会和大家分享这5年里面 我开它我遇到怎样的问题然后我喜欢它的特点在哪里 其实在我买车的时候我考虑过很多车包括这个Produa的AZIA还有这个Myvi还有Iris 到最后我选了这一个Iris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设计 尤其是这个头灯珠 这个头灯珠呢有一个传说就是为什么当时Proton会把它叫Iris 就是因为Iris这个字呢是英文单词通空的意思 也就代表它的这个眼睛是很漂亮的 确实啦到现在我看这个灯我还是觉得很漂亮 这个是应该是我觉得Proton有史以来最美的头灯珠 然后呢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买它的原因啦 然后我的车是2015年8月注册的 当时我买车的时候其实我纠结很久我要买银色还是买蓝色 到最后呢我还是因为这个特别所以我买了这个蓝色 不过现在这个蓝色已经没有再出了 新的Iris的蓝色是比较浅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这个蓝色比较美啦 轮胎方面因为我的车是1.3的关系所以呢这个 它原本来的轮圈只有14寸然后配的是Silverstone的轮胎 之后我为了操控表现所以我为它进行升级 我买了一套就是这个 Iris 1.6的原装的RIM 然后直接把轮胎升级成Nichelin PS3 呃我这个升级大概是花了 千多块啦就是这个轮圈大概是550左右 然后轮胎一条是230花了千多块 然后在我升级了这个轮圈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油耗会变很糟糕 before我换这个轮圈我的油耗大概是420-440 然后现在大概只有300-400有时候只有350而已 所以呢 你要好的handling你就是必须要牺牲油耗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这个 牺牲没有什么问题啦 而且讲真的Proton Iris 你不换这个米其林是真的对它有点浪费 我会考虑 Azia啊 Myvi 还有Iris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hashback车 不过呢你要选择hashback车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hashback的这个尾部的空间表现其实真的很不出色 就像这个Iris 这样 你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 尾部空间应该是在B segment里面最小了的 你看其实我东西放不多罢了 它都差不多满了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注意看这个尾翼 这个飞机位 其实它是松的 尤其是你在 关掉这个后面的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摇的 这个问题其实蛮久了我不知道现在新的Iris还会不会有 不过 据我知道的就是这一绑的Iris全部都有同样的问题 不过还好是它没有掉下来过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车顶的胶条 这个车顶的胶条 在这个Facebook的这个车友交流区里面很多人都投诉 它会不小心飞掉的 不过 我很庆幸啦我的这个车 这几年以来 并没有遇到这个胶条不见的问题 我的两个胶条都还是新的 所以我真的很幸运那么多人遇到的问题我没有遇到 这个Proton Iris 的内装也是我选择它的其中一个原因啦 因为在那个2014 2015年的时候 其实四五万的车 你要找到这样子的内装设计啊内装的质感的 其实是很少的 我比较喜欢它的内装是 它的内装其实 我觉得很多设定上面蛮像欧洲车的 好像这一个 这边啊 它有这个设计啊 然后还有这个开门的button啊 ESC的button啊 等等 然后它有ESC的 这两个button讲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空的 然后 它重点是它的全车有 因为我的是1.3的AZEK版本 所以它有三个USB 然后这边是可以给你听歌用的 然后其实 如果你用这一个USB来连接你的电话 也可以播放你电话里面的歌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USB的充电的 一个是1.5A 一个是2.1A 所以其实在我们 像我们这种时常开车往外面跑的人 这个东西是很方便的 因为你可以随时随地帮你的电电话充电啦 或者是你的相机等等都可以 只是 呃 它还是有一些设计我必须吐槽啦 就好像这个冷气出风口 我现在拿来放这个手机的Holder 它没有的关完它只可以调左右 假设有时候还蛮冷一下的啦 你又没有办法去关掉这个冷气 我觉得这个是它底在上面为了美做的一个牺牲啦 然后还有这边的其实也是不能关的 还有就是久了之后哦 这个冷气的边框会变色 呃其实这辆车我在买的 其实我就7000只我拿了这辆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CVT其实真的很丑 它有那个顿挫感很明显 你放掉油门你给它花心的时候你会想 嗯会有这种感觉的 然后大概是在1000Service的时候我拿去Service Center 他们跟我讲有一个TCO的update 然后他们没有update了然后之后我驾的时候就 会发现其实真的smooth了很多 然后陆陆续续在这差不多5年的时候一直回去Service Center service的时候 他们都有跟我讲哦我要帮你update TCO 我要帮你update TCO 然后再经过了大概是这样子5年的这个磨合期 我发现这个CVT跟 跟一开始的相比 确实是smooth了很多的这个顿挫感的问题 呃如果我们拿这个 HONTA CITY跟这个TOLTA VIOX的这个CVT来比 一开始这辆车的CVT可能只有50分 他们的50% 然后现在大概是有一个70%左右啦 之前买了这个Proton AliEx的车主 很多其实都在投诉这个CVT的顿挫感 然后除了这个顿挫感之外呢我在 2017年的时候我的CVT还有遇过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突然间 亮那个Aerror灯 叮一声亮Aerror灯然后 我这辆车不能驾 不过那个是在停止的状态下啦就是我原本停着 然后我在进去低档的时候我要驾的时候它就不可以驾了 然后我关掉了这个 Engine 再开回它就正常 然后之后我先去Service Center他们是讲有Aerror Quid 然后他们给我Clear掉那个Aerror Quid之后 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还有这个2015年的Proton Iris 还有一个 明显的缺点 是那个时候Proton不在意这个隔音表现 所以它的隔音表现很糟糕 我现在试一下 你可以听到那个 引擎的声音其实从防火箱传过来是很明显的 而且这个还是在静止的状况下面 如果你是在行驶的时候你要隔车 你踩油门 你RPM 一高那个声音是更吃饿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比较无解的问题就是 扎音 我的车是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扎音 一开始是在这个Beater 然后我用螺丝旗子跟它绑紧之后 就没有声音了 可是之后慢慢的这个 从这个唱机啊然后Passenger Side啊 开始传来声音 甚至连着一个Passenger Side的门 或Riro Side的门 还有这个遮阳板都有声音 然后我也因为这个问题然后我把车送回去Service Center 几次 去解决 他们除了install这个什么IP noise kit之外就没有别的招了 可是你install了之后 一开始是OK的 之后 两三个月过后声音又会回来 去年 我的Dashboard 严重到需要换一个新的 换了这个新的Dashboard 过后 有一段时间也是好的可是之后声音还是会回来 不过跟之前比的话是好了一点点啊 现在我只有这一个 唱机这里还会有声音 然后这个门啊两边的门还有这个遮阳板是暂时无解啦 我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在驾车的时候 唱机声音开大声一点 所以就听不到这个扎音 我刚才就讲了这个车我会买它的 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 然后其实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安全性 在那个年代这个 4万多5万的车 你要全车是有ESC 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它是第一辆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买它的原因啦 不过很庆幸的是这几年里面我这台车的ESC的次数没有亮过几次 应该是五只手指数得出来所以代表我驾车还蛮安全的 然后 其实一开始我买这台车只是因为它的性价比 可是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是 就开始爱上它了 到现在我还是很爱它的车 首先就是操控 在我换了着一个15寸的轮圈还有PS3之后 这个操控表现真的是 还让我非常的enjoy啦 就是有时候过完的时候 你可以很顺畅的过然后你可以 感受到那种驾驶的趣 所以 到现在 就是越来越多的新车款出来之后 我还是很爱它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 椅子 的这个设定其实很舒服 我看我的身高大概是181左右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它的椅背 其实还是可以支撑到我的肩膀所以我在驾长途的时候 我很舒服 只是这台车 要进步的东西其实还是有 就好像它这个左右照后镜的这个角度 因为它是为了一个 Design 很漂亮所以它给你这样的设计 但是其实这样的设计有很多的死角会让你 有时候看不到后面所以你 要很勤劳去调整到一个很合适的角度 再来就是这个1.3加CVT的动力表现 其实真的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一般的上下班是没有问题的只是 你真的是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要超车的话就会辛苦了 很庆幸的是啊这四年多五年的时间里面我的车 没有遇到太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我这辆车 不会让我后悔啦 只是如果 Proton 那个时候可以把这种小细节做得更好的话 相信这辆车的销量会更高 当我决定买这台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好像 很多人会问我 为什么你不要买别的牌子的车这个价钱你可以买别的牌子了 不然就是为什么你要买Proton 就讲真的 不管你做什么都好 忠于自己的感觉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喜欢什么你就买什么不要听别人讲 虽然这五年 里面呢这个车确实有带给我一点问题啦 就是也会让我时常会要跑去service center但是最起码 我还是喜欢我的车的因为它带给我的 好处 其实多过它的坏处 当然有时候你一直要去service center也是有点烦啦 这个是确实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里就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就是 爱你所选 选你所爱 如果你喜欢的 你就不要去听别人讲什么 就是买下去就对了 OK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小兰 2015 Proton Iris 的 5年用车感受 这个是我一个很 真心的感受啦 就是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共鸣呢 如果你们是2015 Proton Iris 车主或者是之后的 Proton 车主 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跟我们分享你遇到的 情况或者是你喜欢你车的地方在哪里 欢迎你和我们交流 OK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